众所周知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核动力航母 同时美国也是世界上拥有最多核潜艇的国家 71艘核潜艇的保有量让它成为全球最强海上军事力量 其他国家在短时间内也绝对无法超越美国 今天就走进美国最先进的核子潜艇弗吉尼亚级科罗拉多号 探探隐藏在潜艇背后的工程奇迹 从生学上来说 弗吉尼亚级潜艇也是美国海军隐匿性最高的潜艇 潜艇自问世以来主要是在深海发挥威慑性作用 但是自1990年代开始作战方式发生改变 美国海军也面临着潜艇的更新换代 这里正在建造的是第15艘弗吉尼亚级潜艇科罗拉多号 它有126米长 可以下潜266米 速度超过25节 弗吉尼亚级潜艇是美国海军最先进的核子动力攻击潜艇 在通用电力船公司位于康乃迪克格罗顿的造船厂制造 但是它们仍然面临着艰巨的工程学挑战 弗吉尼亚级的第一艘潜艇花了1500万个工时才打造完成 但是在建造科罗拉多号施工时已经降低到1000万个小时 简直让人难以想象一艘潜艇的制造居然需要如此漫长的岁月 科罗拉多号于2003年首度下水 这种超级潜艇的长度相当于26辆家庭房车 重量高达7800吨 相当于40头蓝金的重量 配备了先进核子反应器可以下潜至260米 同时它也可以精准地在潜海区域缓慢地移动 这是因为控制式配备了最先进的自动导航系统 驾驶人员可以输入任何深度和速度数据 就能完成潜海区域内的自动巡航 弗吉尼亚级潜艇的设计师在设计这款灵活度超高的潜艇时 必须克服好几个看似无法达成的挑战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试图在水底活动 古代采收海绵的人会抱着大石头沉到海底 常常一憋气就是好几分钟 西元前五世纪希腊潜水夫希利斯利用中空的芦苇杆在水底呼吸 这样来破坏波斯人的船舰 据说亚历山大大地是史上第一个展开潜水任务的人 他坐在透明的玻璃桶中在波斯普鲁斯海峡下潜 从而达到侦查敌人海防的目的 在水中控制船舰并非想象的简单 千百年来对于人类来说都是艰巨的挑战 如今位于马里兰长达一公里的大卫泰勒船模式验槽中心 参加年度国际潜艇大赛的海事设计师都在努力设计 更为巧妙的人力驱动潜艇 成功设计一艘潜艇对于现在的设计来说可能还是一项挑战 但在240年前人类对于潜艇研发就有了重大突破 这得感谢美国发明家大卫布希尼尔 这里是英国哥斯波特的皇家海军潜艇博物馆 这里有一件美国独立战争中的秘密武器 这就是人类水下作战史上第一艘潜艇海归号 设计海归号的目的就是偷偷地靠近停泊在纽约港的英国船舰 这艘潜艇有很多帮助它下沉的重物 地板下方有一个可以装满海水的压载舱 海归号下潜之后装在外面的两根空气管会关起来 所以操作人员的空气有限 驾驶人员用设计巧妙的手动式前置推进器驱动潜艇 接近目标后发动攻击的方式更奇怪 它的武器是装在木制挺身后方的火药桶 潜艇靠近敌人的船底后会用钻孔机在船底钻洞在安装火药桶 但是当时英军使用的是铁壳船 因此就没有办法在船壳上钻洞 所以海归号的设计最终算是无用武之地 但是它开创了水下作战的先例 并且海归号的压载舱和推进原理一直沿用至今 不同于单人操作的海归号 弗吉尼亚级潜艇可以容纳135人 潜艇内部的空间虽然不像前代潜艇那么狭窄 但是还是相当的有限 所以在狭窄的空间里必须设计容纳所有的功能和设备将是一大挑战 这里就是潜艇内部的官厅 它主要是军官聚集用餐的地方 他们也常常在这里开会讨论船上的大小事情 这个大桌子还通常被用来当作手术台 这种超级潜艇下潜的深度远超人力驱动的海归号 他们之所以能下潜至260米 是因为有一个由内部和外部压载舱组成的精密系统 压载舱的容量很大 共有5个外部压载舱 在水面上行驶室里面装的是空气 要下潜时就会打开压载舱的排气孔 潜艇底部的阁架可以让水流进来取代空气 然后利用内部压载维持潜艇的平衡浮力 从而实现想要去往的深度和目标地点 在执行任务期间 弗吉尼亚级潜艇上的船员还拥有许多先进的控制系统 自19世纪末开始 潜望镜一直就是潜艇窥视世界的眼睛 但是工程师大胆地用最先进的光学感应器取代了潜望镜 这是一种配备了精密摄影系统的桅杆 让原本只能显示在潜望镜上的影像出现在屏幕显示器上 传统的潜望镜十分笨重 所以控制式被迫位于狭窄的上层甲板 但是在弗吉尼亚级潜艇上 袖珍轻巧的影像设备可以装进潜艇的翻照 潜艇的控制中心就能移到空间较大的第二甲板 造价27亿美元的弗吉尼亚级潜艇 可以说是美国海军最先进的攻击潜艇 不同于历史上的许多前辈潜艇 这艘126米长的流线型潜艇可以进行各式各样的任务 包括侦察和监视 精准的声纳阵列可沿途描绘海床 驱动潜艇的先进推进器是激进无声的崛气推进系统 一方面可将数万匹马力的动力输入主引擎和推进器 另一方面还要做到寂静无声 其中所需要的技术非常惊人 除了在海中不被侦测到之外 要做到潜艇的高度变通性也需要速度和操控性 那么要如何打造可以在海中行驶的流线型船身呢 于是工程师参考了史上最伟大航海发明家的创意 二战结束前潜艇基本上都只是最多可以下潜48小时的水面潜艇 下潜之后就会变得笨重无用 若要改善性能必须重新思考潜艇的设计 安装在表面上的设备和步军等的船型 在船身和水之间产生了摩擦阻力 也会产生形状阻力 这样就大幅度降低了速度 于是美国海军上将查尔斯莫森提出了解决方案 他制造了超过25艘大型比例模型 目标就是提升潜艇在水底的速度和性能 这些模型最终导致了类低型潜艇船体的问世 这也成为所有现代潜艇的标准造型 均等浑原和流线的类低型船体大幅降低了摩擦阻力和形状阻力 1953年以这款革命性船体打造的潜艇 堪称是工程学上的杰作 这就是青花鱼号潜艇 它从此改变了潜艇的外形设计 青花鱼号完工60多年后 美国海军的弗吉尼亚级潜艇 仍然沿用莫森上将的突破性类低型船体 在罗德岛制造中心 现代制造技术将流体力学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境界 这里有3600名全职工人 他们在制造潜艇内壳时 要把钢板滚成内壳所需的原型 必须要用5000吨的力才能把坚固的钢材塑造成潜艇的标准形状 之后工程师采用横向作业进行椅装 把圆柱区段放平再将装配好的甲板推进去 最后这些完成的模组被运到最终的组装工地 最终用78辆拖车协同作业把这个组装好的巨大的潜艇运到船屋 126米长的潜艇由四个超大模组构成 但是有约100万个部件花费1000万工时才能制造完成 对于潜艇官兵来说 每次任务成功的关键是长时间带在水底的能力 那么要如何让潜艇前往任意海域而不用中途补充燃料呢 这又需要用到另一项历史发明 早期的水下载具完全依靠人力驱动 1620年荷兰工程师康尼利斯德·雷贝尔让满载人员的船只沉到泰晤士河里 然后从西宁寺一路滑到格林威治 不过这只是半潜式的航行 直到1863年第一艘机械式潜艇潜水者号问世 它以压缩空气驱动达到四节的速度 但是挺身很长可以容纳23个空气筒 并且需要补给船进行补给 世界上第一次使用核子动力 是美国政府在1951年与爱达河启动实验滋生反应器 为阿克阵短暂供电 从此为美国核电打下基础 但是美国海军的李高佛上校却有了不同的想法 他觉得可以利用核子动力来驱动潜艇 尽管这违反了普通人的认知 但是李高佛上校相信核子反应将水煮沸产生蒸汽的基本原理 可以提供革命性的解决方案 核子燃料棒含有数以千计的油丸 有原子分裂引起连锁反应就能产生以热为行尸的大量能量 李高佛提出的这个解决方案是全球第一个压水式反应器 它效率超高的反应器内的核心加热回路中的高压水 热水气化另一个回路里的水 产生的蒸汽推动主涡轮机发电 经过多次测试后 李高佛上校看着美国潜艇鹦鹉罗号正式下水 这艘革命性的潜艇用了不到90个小时航行为1300里 一路上一次没有浮出水面 从此以后潜艇有了核子动力 如今弗吉尼亚级潜艇实际上直到退役都不用补充燃料 因为核子反应器可以持续到潜艇33年的使用年限期满 这个被列为最高机密的反应器可以用海水产生蒸汽 虚动这艘潜艇行驶超过150万公里而不补充燃料 并且供应潜艇所需要的一切电力 所以限制潜艇出航的唯一因素便是可装载的食物量 这种没有限制的动力来源还可以让潜艇在同一个地方静止盘旋好几个星期 但是要在260米的深海里确保船人的健康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充足的氧气成为人们存活的必须条件 提供解决方案的是200多年前的一位天才化学家 19世纪早期 电池的问世让英国化学家威廉伊克森灵机一动 他决定要把电池导线放进水里 这就是我们熟知的电解作用 这种反应是因为正极和负极吸引分离水中的氧原子和氢原子 只要在潜艇里放大这个反应就可以产生足够的氧气供应在海底的潜艇人员 弗吉尼亚籍潜艇的工程师改良了这个化时代的发现 他们在水中创造可以持续好几个月的氧气环境 美国海军先进的整合式低压电解槽位于潜艇的辅机舱 全功率运转11小时可以制造200多立方米的氧气 可能引起中毒的二氧化碳则以精密的暗机清除装置移除 同时他们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万一潜艇内部的空气品质恶化 潜艇官兵还可以穿上设计巧妙的潜艇逃生衣 这套逃生衣可以提供使用者加压和上浮阶段所需的空气 在水里能够提供75磅的正伏力 以每分钟208米的速度穿过水层 从最早的自航式潜艇问世至今已经超过一个世纪 如今的潜艇经过调整改良和创新已经成为海军军事力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这是一艘世界上最大的战术顶级核潜艇 制造它的目的专门用来对付美国的航空母舰 曾被俄罗斯媒体称为航母终结者 它正在驶过北极圈的冰冷水域 这就是庞大的库尔斯克号 造价高达10亿美元的俄罗斯舰队之光 然而突然间的一场爆炸炸穿了潜艇的前段 紧随几秒后另一场大爆炸彻底撕裂了整艘潜艇 由于它严重漏水最终沉到了深邃的巴伦之海底 人们始终坚信庞大的库尔斯克号不会沉没 那么这场意外又是如何发生的 今天就一起走进这艘先进的核子潜艇 揭开它沉没于巴伦之海不为人知的秘密 2000年8月10日 位于科拉半岛各地的海军船物里 正准备着自苏联解体后俄国海军最大规模的演习 共有30多艘军舰参加这场演习 其中就包括6艘潜艇 此次演习的目的正式展示联邦政府的力量 晚上9点 库尔斯克号潜艇正在进行最后的轮机检查 地点位于戒备森严的札帕纳亚利斯塔海军床物 专门用来对付美国航空母舰舰队的库尔斯克号 也是俄罗斯最先进的核子潜艇 它拥有两具核子反应炉 达150米 有6层楼那么高 其体积是一架巨无霸喷射机的两倍以上 同时库尔斯克号具有独特的双层翘船体结构 以及9间水泥舱室 就算直接遭受到鱼雷的攻击也不会沉没 迪米崔上尉正在享受登艇前的最后一根香烟 今天也是他27岁的生日 他很想念新婚的妻子 新婚刚刚过去4个月 迪米崔还带着妻子欧家来到库尔斯克号上参观 他们首先来到鱼雷舱参观 紧接着是指挥所 在潜艇的后段迪米崔给欧家介绍了推进控制战 迪米崔正是这一段的段长 在库尔斯克号上面还有游泳池 此时欧家才知道他的丈夫为何乐于在此工作 整个庞大的潜艇和设施让人引以为傲 潜艇上有两个逃生舱口 一个逃生分离舱内足以容纳所有官兵 此时欧家很高兴他的丈夫是在海军最安全的潜艇上工作 时间来到晚上9点30分 迪米崔和他的同事们会合 虽然这次任务只是为期五天的演习 但是这些官兵每次都做好实战级准备 潜艇上也配备了很多武器 他在有24枚巡航飞弹放置在潜艇两侧的发射井中 鱼雷舱则位于停手 舱内有6个鱼雷发射管和容纳24枚鱼雷的空间 加杰耶夫是艇上的鱼雷机械室 负责监控实验性的鱼雷电池 晚上10点30分 在北极圈微量的夏夜中库尔斯克号正式出海了 8月11日星期五 在巴文之海离岸140公里处 联邦海军演习正式达到最高潮 库尔斯克号将奉命参与模拟攻击 航母终结者库尔斯克号 在演习中以俄国军舰充当美国军舰 指挥官是李亚钦舰长 下午2点他们准备发射一枚巡航飞弹 他们的演习目标是彼得大帝号 他也是北方舰队的旗舰 所有人都很紧张 因为曾经发生过很多次的发射失败案例 1989年的共青团号潜艇 在飞弹发射井中发生燃料火灾 潜艇紧急浮出水面 但是他的盒子反应炉关闭了 孤立无援的潜艇失去动力 最终在被大火烧毁后沉没 41名官兵遇难 好在库尔斯克号的飞弹安全地完成发射 接下来这艘深海巨兽又沉到海底隐秘起来 他几乎能无限期地躲在海中 因为他拥有盒子反应炉 反应炉是由西里特耶夫控制 这也是他第一次在库尔斯克上工作 虽然他经验不足 但是也知道自己身负重担责任巨大 一旦发生紧急事故的迹象 就必须把自己封死在舱室内 只能和这座反应炉共存亡 2000年8月12日星期六 演习的第二天 库尔斯克号正要展开最后阶段的任务 他将要朝着敌方战斗群发射两枚鱼雷 现在是早上11点 比亚钦指挥官下令4号鱼雷馆准备发射 大家都很兴奋 这艘潜艇已经有整整两年没有发射过鱼雷了 这枚鱼雷直径65厘米 长11米 重达4吨半 这些水兵称其为胖妞 和所有的演习鱼雷一样 他们没有携带弹头 只有平衡鱼雷的弹用重量 上午11点08分 指挥官决定从水面附近攻击 他搜寻敌舰并发现远方的目标 随后便下令发出一个声纳脉冲 用以计算目标的距离 11点17分 指挥官下令减速到6节 命令传到潜艇的尾端 在艇尾的推进控制室里 迪米崔知道以这种低速航行 就表示指挥官将要发射鱼雷 11点20分 胖妞终于到达定位 鱼雷门关闭时 鱼雷和监视系统间会建立电连接 11点27分30秒 指挥官透过前望镜做最后的观察 库尔斯克号准备对敌方战斗群发射第一枚鱼雷 突然一股震波穿过指挥所 官兵们都被震倒在地 舱室里瞬间泥漫着有毒烟雾 库尔斯克号的处境很危急 挺身各处有100吨高速炸药和24枚巡航飞弹 以及两具核子反应炉 核灾难危机已经迫在眉睫 一场爆炸炸穿俄国巨型潜艇库尔斯克号的鱼雷舱 整艘潜艇立即感受到爆炸的威力 此时指挥官受到重创 但他知道拯救潜艇的唯一方法就是尽快浮出水面 他命令官兵们进行紧急排水 但是此时无人能够回应 在爆炸点70米外的反应炉控制时 西米特耶夫首先第一直觉就是检查反应炉是否损坏 很快他发现两具反应炉都在正常运作 他知道反应炉和挺身之间有强力减震器相隔 并且反应炉能承受50倍重力的震动 但是如果潜艇内的大量军火发生爆炸 这种减震器也无济于事 此时西米特耶夫将自己封闭在反应炉舱室内 他努力尝试和指挥所联络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指挥所里这时已经充满了高热毒气 指挥官和大部分官兵也已遇难 无法得到指挥官的讯息 西米特耶夫只能硬着头皮决定关闭反应炉 2000年8月12日11时30分 第一起爆炸后第135秒 库尔斯克号的前段又发生爆炸 西米特耶夫将控制棒插入反应炉心关闭核子反应炉 杏层官兵躺在地上等待潜艇撞上海床 爆炸发生后20秒 40公里外北方舰队的指挥官波波夫上将 正在彼得大地号上观察鱼雷演习 突然强烈的震波越过彼得大地号战舰 声纳专家拉夫瑞尚未迅速记录下震波来人的位置 11点31分 还有很多官兵惊讶他们此时还活着 但是反应炉是否会发生爆炸 推进控制战的迪米崔利克询问反应炉的情况 但他欣慰的是反应炉已经安全地关闭了 这预示着核灾危机已经解除 但是迪米崔知道他和同伴必须想办法逃生 27岁的迪米崔临时接下这艘事故潜艇的指挥权 他们从损坏的程度看出将不能到达指挥塔内的逃生舱 唯一的出路就是穿过潜艇后方的逃生舱口 下午1点15分在彼得大地号上 波波夫上将发现演习出了意外 因为6艘潜艇中的5艘已回报任务完成 只有库尔斯克号没有任何回音 波波夫上将当时认为仍不必发布警报 因为库尔斯克号毕竟是一艘永不沉没的潜艇 时间来到下午1时30分 也就是爆炸后两小时 一位艇员敲击出密码好让救援人员知道他们的位置 这时迪米崔让艇员喊出名字并小心地抄写下来 他开始记录下他们为何进入第九舱室 晚上的11点30分 也就是两起爆炸发生后的12小时 俄国舰队终于发布警报 于是一场大规模搜救救次展开 当航母终结者库尔斯克号沉没后 海军仓促地组成潜艇救援队 在彼得大地号上 声纳操作员找出了当天早晨水下爆炸时发出声响的位置 要想在深邃的巴伦之海底找到这艘潜艇并不容易 它的外层船壳包覆着6厘米厚的特质橡胶 它能吸收声纳脉冲 这让这艘潜艇几乎不会被侦测到 2000年8月13日早上4点30分 经过5小时的搜寻终于找到了库尔斯克号的位置 8月14日星期一 潜艇灾难的消息在各地不禁而走 俄国有两艘高科技侦查潜艇 他们原本能成为救援队的得力助手 但是却无法出动 他们被民间租用到泰坦尼克号沉没处的附近工作 距离大约在5500公里以外 搜救行动将舰队剩下的三艘救援潜艇负责 但是他们都已年久失修 艇上人员也缺乏训练 他们都无法和库尔斯克号后逃生舱口完成水峰 这就意味着救援行动完全失败 在不断增加的舆论压力下 俄国要求挪威和英国的联合小组展开救援任务 8月21日早上7点45分 库尔斯克号沉没后的第九天 潜水员终于打开他的外层逃生舱口 但是他们打开内层舱口时 发现潜艇里面充满了海水 118位官兵全部罹难 第一位被发现的遇难者是27岁的迪米崔 他们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一张字条 字条上记录着23位爆炸后生还者最后仍在第九舱间死亡 另外还有他给妻子的诀别书 但是号称不成的库尔斯克号为何就被摧毁了 这场危机为何发展得如此之快 让官兵们来不及将潜艇浮出水面 为了维护形象加上救援不力 俄国当局政府并没有及时公布事件的真相 史考特爵士是英国的俄国事务顾问 他的妻子是俄国人 所以他在两国高层间都保持着联系 他深知俄国海军的作风甚至不太可能公布调查结果 因此他决定自行调查 史考特利用他的特殊关系获取事故的相关资讯 当时人们认为可能是恐怖袭击 但是谁能进入潜艇的停手 谁可能有放置炸弹的动机 所以史考特通过查证发现鱼雷舱人员的过往 可以说他们对俄国海军非常忠诚 因此这绝不是有组织的恐怖袭击 此时当局宣称库尔斯克号与外国潜艇相撞 他们知道事发当时巴伦之海并非只有北方舰队 至少有两艘北约潜艇正在监视这场演习 另外俄国海军从1967年起已记录有25起潜艇碰撞事故 甚至他们最先认为是美国潜艇导演的这场悲剧 但是并没有确切的证据来证明 紧接着俄国海军公开一份卫星照片 显示美国潜艇孟菲斯号停在挪威的军方船雾 拍摄时间是在库尔斯克号沉没后第七天 但是美国断然否认孟菲斯号曾发生碰撞 在德国公布的影片中潜艇的侧面似乎有道大切口 他们也坚信那就是碰撞的证据 库尔斯克号沉没似乎演变成一场政治猜疑 英国国防部觉得有必要探讨碰撞之说 既然北约的潜艇受到谴责 他们也必须要知道真相 后来挪威有地震研究机构宣布 曾侦测到巴伦之海发生一起异常震动 当时正是库尔斯克号失踪之时 那么库尔斯克号爆炸的震波中是否有撞击的证据 地震专家对这组震波图和其他地震讯号进行对比 发现它不符合海底地震或潜艇相撞的模式 但是却完全符合已知的水下爆炸模式 库尔斯克号爆炸相当于5吨TNT炸药的威力 通过震波图分析发现在135秒前有另一起震动 它几乎被背景噪音掩盖 震动规模只有第二次震动的1% 但是在400公里外仍测得出震动 难道真的是碰撞引发的爆炸 通过放大震波图进行分析 他们确定两起震动都是水下爆炸引起 至此就连俄国海军的强硬派 也不得不承认库尔斯克号沉没的原因并不是潜艇相撞 但是调查人员必须解释这两起爆炸 于是他们决定将这艘潜艇从海底捞起 这也成为史上最大手笔的海底打捞工程 工程拨款高达1亿3000万美元 比当时整个北方舰队的年度预算还要多 库尔斯克号的两具核子反应炉和大爆炸只相距数米 他们是否因爆炸受损都不得而知 通过调查显示辐射强度仍算正常 但是调查人员仍决定进行一项可怕的测试 潜水员从反应炉附近的舱室里找回尸体 他们发现死者的骨骼受到严重伤害 只有强烈的摇晃才能造成这种结果 相当于50倍重力的撞击 这几乎是反应炉防震能力的上限 反应炉的减震器只能承受略高于50倍重力的撞击 第二场爆炸几乎让减震器无法附和 这也就意味着它差点造成核灾 打捞小组切断潜艇残破的鱼类舱 免得它在移动过程中脱落 并慢慢地将残存的潜艇拉到海面 库尔斯克号在沉没后14个月 被打捞到科拉半岛的一处秘密海军船坞 调查人员花了4天为潜艇排水 并小心保存潜艇上的证据 他们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找出潜艇损毁的原因 他们很快发现内部的巡航飞弹都没有受损 因此开始着手调查潜艇上的鱼雷 虽然鱼类舱被切割下来留在了海底 但是他们分析过残骸各处的损坏情况后 推断有5到7枚鱼雷同时爆炸 这相当于4.5吨TNT炸药的爆炸 这和正波图资料的分析相符 库尔斯克号沉没的调查显示 鱼雷舱5到7枚鱼雷同时爆炸 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军火发生爆炸 线索一定藏在潜艇扭曲的残骸上 潜艇的前段被严重烧毁了 内部则被设施2000度的大火烧的面目全非 详细的分析认为大火在鱼雷爆炸前就开始了 其中这场大火的来源是一场小爆炸 要找出最初这个小爆炸的原因是调查的最关键问题 但是潜艇前端残骸还留在海底 调查就此陷入困境 伊格尔库丁曾担任俄国潜艇指挥官 他对潜艇的深切了解对调查极为重要 他立即指出第一次小爆炸可能发生的原因 那就是库尔斯克号的一具大型紧急电池发生爆炸 约有100个亿吨的电池位于潜艇最底层的第一舱室 它就位于鱼雷舱的下方 这些电池能在反应炉停止时提供紧急电力 就像汽车电池一样 它们充电时会释放出氢气 如果电池发生渗漏就有可能发生爆炸 这些电池是所有潜艇的心腹大患 但是随着调查的深入又否定了库丁的电池引爆理论 一向来自海床的重大发现扭转了调查的方向 一块来自第四鱼雷舱口附近的船壳碎片 在主残骸后方50米处被发现 这块外壳的位置让人匪夷所思 它位于其他碎片的后方 这表示它是最先被炸离潜艇的碎片 同时也证明最先发生爆炸的硬是第四号发射管的鱼雷 那么最可能发生爆炸的就是鱼雷的弹头 但是库尔斯克号是在演习 鱼雷上并没有弹头 那么爆炸一定是由鱼雷的其他部分造成的 鱼雷发射后在击中目标前有时要推进好几公里 因此鱼雷的推进系统其能量长比弹头还要大 于是以英国史考特爵士为首的团队仔细研究鱼雷的推进系统 让鱼雷在水中前进的涡轮是以没有为动力 但是在没有空气的水中是靠高浓度氧化氢提供燃料所需的氧 即HTP 理论上这种推进系统非常有效和安全 但是史考特听说HTP有些重大缺陷 某些金属或铁在接触HTP时就会变成煤界 过氧化氢会分解成氧和蒸汽并释放出大量的热 体积会在瞬间增加5000倍 这会在鱼雷内形成要命的高压 史考特发现多次涉及HTP的海军事故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1955年的英国潜艇皇家海军西顿号的事故 在例行的装弹作业时 西顿号的一枚新HTP鱼雷在发射管中爆炸 造成13人丧生 那么库尔斯克号是否也是这种化学定时炸弹的受害者呢 库丁此时开始研究HTP推进系统 结果发现它有约为50到100公斤的TNT的威力 这和第一次爆炸的政策分析大致吻合 各种数据分析至于HTP意外的可能性越来越高 但是他们知道所有HTP鱼雷都有安全装置 以避免鱼雷内的压力增加到危险的程度 于是库丁通过特殊渠道取得了库尔斯克号内部鱼雷的维修记录 这枚鱼雷竟然来自1990年生产的10枚鱼雷之一 其中6枚立刻被判定为不合格 因为它们的焊接有瑕疵 库丁不得不认为不良焊接的鱼雷也许导致HTP外泄 但是必须要有证据 他开始调查潜艇上数以千计的金属碎片 并找到了鱼雷和发射管的碎片 这些碎片有扭曲和被高热破坏的痕迹 鱼雷从中间爆炸时也会有相同的破坏 爆炸点就位于一处关键的焊接 但是复杂的HTP理论虽然解答了部分谜团也带来了更多的疑问 鱼雷发射管都有故障保安设计 内侧管门的强度是外侧管门的三倍 因此发生爆炸时爆炸力应当冲向大海 而不是潜艇内部 第二个问题是HTP爆炸的规模很小 不应当会炸穿指挥所和鱼雷舱之间的舱壁 要想解开谜团就得重新调查潜艇的外壳 他们终于发现镶嵌在第一舱壁上的发射管的内门 被炸离到12米外 虽然它在爆炸时是关闭的 但是它并没有完全锁好 强度因而大大的降低了 但是这种小爆炸为何又能瘫痪掉整个潜艇指挥所 因为紧急排水只需要几秒钟就能让潜艇浮上海面 为何这些紧急程序都没有被启动 库丁知道隔开前两个舱室的舱壁 应当能让第一次爆炸不至于波及到鱼雷舱之外的地方 因而它又开始研究潜艇前段可能的弱点 很快它怀疑通风系统有问题 它发现一条通风管的回路延伸过头四个舱室 直径40厘米的通风管穿过强化的舱壁 但是通风管是氢合金制造的 第一次爆炸的压力波沿着通风管冲进指挥所 将管路炸得粉碎 将火焰和浓烟物引进舱室 舱内人员还来不及按下警报装置 就被火焰和强烟物熏倒了 可能一瞬间所有人都牺牲了 所以至此整个事件的脉络和原因就非常清晰明了 被称为航母终结者的库尔斯克号 它的沉默原因总结起来就是 在2000年8月12日 灾难发生前的5分30秒 库尔斯克号准备朝彼得大地号发射一枚演习鱼雷 指挥官操作潜艇时 潜艇前端鱼雷中的HTP正渗入发射管中 随后鱼雷操作人员打开发射管清理电连接 灾难前135秒 HTP液体和一小块钢铁接触 体积瞬间增加5000倍 尖锋压力瞬间炸碎了鱼雷外壳 并导致煤油槽破裂 高热蒸汽再隐然煤油 释放出的氧气助长了煤油的火势 鱼雷舱成了一片火海 鱼雷舱的人员当场死亡 冲击波又从通风管砸入指挥所 海水从发射管涌入后 库尔斯克号开始缓慢下沉 此时有21枚鱼雷正在大火中 500公斤的煤油预烧预裂 弹头内部温度到达摄氏400度时就会自动爆炸 上午11点30分15秒灾难发生了 在五分之一秒内 七枚鱼雷爆炸了 超音速冲击波炸碎了库尔斯克号的水域舱壁 并朝着盒子反应炉冲去 但是反应炉的减震器吸收了50剧的加速度 舱壁也阻挡了冲击波 控制棒被插入反应炉心 但和连锁反应停止 这时在潜艇的前端 压力壳的负荷已经超过极限 5厘米厚的钢管爆炸了 海水从70米长的破洞涌入潜艇 在第一次爆炸后几分钟的时间 俄国舰队之光库尔斯克号 成了巴文之海泥泞海床上的残海 有118人葬身其中 病理学家判定大多数官兵都是当场死亡 但是潜艇后端的23人 在爆炸后仍然挣扎了8个小时 前潜艇指挥官库丁 根据他毕生的经验描绘出 他们和死神搏斗时的可怕场面 他们和水面只相距108米 这些人都懂得如何从深海逃生脱困 并准备按照顺序游出舱门 但是这样做很危险 如果他们到达水面后没有被发现 就有极大的可能随着海浪漂流被冻死 于是他们选择等待其他船只到达潜艇上方 因为他们有充足的食物和水 舱室内的空气也能用上好几天 但是他们每呼出一口气就会吐出二氧化碳 就算低浓度的二氧化碳也足以置人于死地 为了避免这种危险 潜艇上配备了空气氯镜板 以化学物品除去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于是这些人把空气氯镜板挂在通风管上 但是由于爆炸后混乱的潜艇内部到处是油污的水 空气氯镜板不慎掉入这些油污的水里 化学反应导致另一场火灾出现 大火消耗着空气中的氧气 又让这些幸存的官兵们吸入有毒的一氧化碳 最终导致所有人员全部罹难 这场灾难后 俄国海军也移除了所有潜艇内部的HTP 这就是在海洋深处纵横驰骋的秘密武器 一百名或更多的士兵拥挤在一个直径为十里 全副武装的雪茄状钢管中 它悄无声息 诡秘而且致命 号称现代海战中的鲨鱼 它就是终极杀戮机器 近40年来 北大西洋的海面之下 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惊心动魄的战争游戏 在汹涌的海浪下 英国、美国、法国和前苏联的潜艇 进行了无数次胆战心惊的神经战 潜艇是一个简单而又实用的武器平台 它以其隐蔽性好 攻击力强而备受各国海军的青睐 但它不是控制世界航道的工具 也不能前往外国港口进行正式访问 但是在山雨欲来的战争前夕 潜艇具有无与伦比的作用 潜艇人员必须精通武器、传感器和战术的应用 他们是少数真正对潜在敌人实施战略打击的人员之一 潜艇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应用极大的改变了海战的面貌 但是在二战中几乎让英国沦陷的德国U型潜艇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潜艇 U型潜艇采用的是根本无法在水下正常运转的柴油机 它的潜航动力来自于电池 这使它的速度和航行距离大打折扣 难怪成功的德国指挥官总是尽可能在水面发动攻击 不过这也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 在太平洋战场 美国海军潜艇顾忌重施 造成日本80%的商船舰队葬身海底 直到20世纪50年代核动力出现之后 潜艇水下作战的潜能才得以全部发挥 现代核动力攻击型潜艇能在水下潜航数月时间 其航速之快 下潜之身都创造了新记录 这些都是潜艇的必备条件 因为潜在敌人具备同样的优势 海平面上下的争斗可谓磨高一尺 倒高一丈 潜艇固然要具备打击战舰和航空母舰的能力 但水面舰船其实早已不再是它的主要进攻目标 现在潜艇的作战对象是其他潜艇 其中最令人生为的要素弹道导弹和潜艇 其装备的武器足以摧毁整个地球 在20世纪初期 英国举行了一次海军军事演习 其间一艘潜艇报告说击沉了敌方的战舰 但对方却回答着绝不可能 随后继续参与演习活动 在当时人们持有这种观点不足为奇 虽然潜艇在当时已经成为具有潜在威慑力的武器 但是像所有新事物的发展一样 它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 而是经历了一系列挫折 1914年 许多海军军官认为潜艇只是一个别角的短程防御性武器 甚至在德国人看来 潜艇的潜在战斗力也难成气候 从1914年到1918年 潜艇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 它已经从短程的沿海巡逻艇 转化成了大型的远洋巡航舰 德国充分利用潜艇的威力 对英国发动了大规模潜艇战 并且一路势不可挡 德国的U型潜艇四处横行 对各国商船发动了突袭 最终英国战舰已损失将近800万吨位败下阵来 但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激怒了美国 最终将美国推向了对立面 德国引以为豪的战争武器 最终成了自身灭亡的梦魇 尽管如此 U型潜艇的巨大威力仍显而易见 直到今天U35潜艇仍然是历史上最成功的潜艇 它创造了摧毁224艘战舰 击沉敌舰总吨位达50万吨的辉煌战绩 而这大都要归功于它的指挥官德拉皮埃尔 与之相对应的是 二战中赤炸海上所向披靡的U48潜艇 共击沉52艘战舰 总吨位达30多万吨 水下武器的快速发展揭开了海战的新篇章 在海战中虽然战舰仍然是决定战斗胜负的终极因素 但是在它的光环下显得名不见经传的潜艇 却俨然已经成为海战中的主要武器系统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潜艇在设计上继续完善了一战时的两个特点 当时小型潜艇主要用于海岸警卫和作战训练 所以大型的远洋潜艇变得备受青睐 脱颖而出的美国英武罗号潜艇采用常规设计 并具备远洋航行能力 在二战舞台上可谓叱咤风云 令人生畏 部分潜艇的设计独具特色 比如英国的N级潜艇就装备有主炮 比如日本的E级潜艇 曾经试图装备现代化的飞机库 但这一切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 在二战中为了争夺海洋霸权 潜艇部队在北大西洋海域上演了一场场最为重要的潜艇战 随后潜艇开始成为海战舞台上的主角 沉出鬼没的潜艇在大西洋 印度洋和南太平洋海战中风光无限 在二战期间 美国之所以能够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左右逢源 英国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商船 战舰的损耗直接关系到实力的消长 商船的损失却足以引发毁灭性后果 一战已经向德国证明潜艇是攻击商船的最佳工具 20世纪30年代 德国在潜艇建造方面的投入仍趋之可数 在舰队司令塔尔德尼茨的指挥下 德国潜艇在二战中首战告捷 在他们看来 大量潜艇的快速投入必将使同盟国陷入捉襟舰肘的境地 但是等到加速建设时 德国大势已去 他所建造的1100多艘潜艇 其中超过半数都葬身大海 剩余的潜艇不是因事故损失 就是未出海港就被摧毁 这样一来损失惨重的德国海军只好希望以技术取胜 结果在战争后期 德军的U型潜艇在性能上大大超越了盟军舰队的护卫力量 意大利和日本也不断扩充潜艇兵力 但是意大利潜艇的作战性能并不完善 潜艇人员也缺乏训练 此外他们还担心建造潜艇会影响水面舰队的战斗力 相比之下 日本非常重视潜艇生产 但是和美国的长期较量已经让它内外交困 当时潜艇的主要作战目标是对敌商船发动突袭 但日本显然并没有仅仅局限于这一目标 它的潜艇部署几乎全部是为了应付对方的战舰进攻 盟军在潜艇作战方面 虽然不像德军狼群小队那样战绩显著 但它在战争中仍然功不可没 英国始终固守欧洲海域 对轴新国的水面舰值形成了巨大威胁 面对英国的虎视眈眈 德国游行潜艇在挪威海战和地中海海战中都杀鱼而归 随着地中海海战争的结束 北非敌军宣布投降 大善而归的英国皇家海军在远东重新部署海上力量 此时的日军早已在美军面前丧失了优势地位 海上运输对于英国和日本来说都至关重要 一旦海上运输线被切断 海洋帝国将不可避免的土崩瓦解 英国海军未雨绸缪 最终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 但损失惨重 相比之下拥兵自重的日本在海战中却是一败涂地 美国海军战舰在对敌作战中表现坚决而且顽强 对日军舰队发起了大胆而有效的攻击 美军舰队组织有序 舰队司令充分利用各种有力条件 抓住稍纵即逝的作战时机 最大限度地执行防卫预警和军事打击的双重任务 当然美军潜艇都具备两个基本功能 即实施本土防卫和对敌作战 珍珠港事件的爆发时 美国决定采取无限制潜水艇战 日本担惊节律花费三年时间建立的航海护卫体系 与美军侠陆相逢 和德国不同 美国的潜艇小分队具有自己的特点 潜艇分队的规模大小 直接反映了潜艇指挥官的独立作战能力 从潜艇的名称上 也反映了美国海军无与伦比的进攻属性 在1944年至1945年间 美国三业尾鱼号潜艇创造了 基层敌舰吨位数的记录 总共超过了10万吨 的敌舰26艘总吨位达7.3万吨 创造了数量之最 虽然美国潜艇击尘敌舰的数量 远不及德国的王牌潜艇 甚至不如英国潜艇 但这足以令美国军心大震 仅在1943年 美国就建造了66艘潜艇 1945年8月 美国的原子弹在日本轰然乍响 核武器为战争的最后胜利画上了句号 事实并非如此 其实在遭到原子弹攻击之前 日本早已一败涂地 在盟军航空母舰战斗群 水陆两栖部队和B-29轰炸机的狂轰猛炸之下 日本只有招架之功而毫无还手能力 战争境地变得极其可悲 而且潜艇封锁正中日本的致命弱点 在投降的前一天 日本最后一艘商船被美国雪鱼号潜艇击沉 这使得日本在战争中损失的商船数 达到了1113艘 总吨位达480万吨 同样同盟国为此也付出了52艘潜艇的高昂代价 随着二战的结束 德国许多潜艇设计方案都被同盟国切为己有 二战后期出现了21型和23型潜艇 在航速 前身和武器装备方面都比盟军略胜一筹 前苏联在战后建造的威士忌级和卢尼欧级潜艇 大都借鉴了德国的设计 美国同样吸取了德国的特点 最突出的要数次为鱼机潜艇 但是美国在1950年已经开始着手建立大型的核动力潜艇 准备让它在未来的海洋战争中大显神威 1955年1月17日早上 美国鹦鹉罗号潜艇指挥官下令解开潜艇的所有缆绳 鹦鹉罗号潜艇入水标志着人类第一次迈进了核动力潜艇时代 第一艘核潜艇鹦鹉罗号在潜艇的速度和续航力方面都显示了强大威力 1958年8月 鹦鹉罗号第一次穿越北极水下并顺利抵达北极 继鹦鹉罗号之后 美国又推出了摇余级潜艇 摇余号潜艇成为第一艘在北极浮出冰面的潜艇 而海龙号则是第一艘沿西北航道由大西洋潜航至太平洋的潜艇 早期核潜艇中的佼佼者要输缩尾罗号 1960年2月24日 缩尾罗号核潜艇在巴西附近的大西洋海域进行试验航行 60天后它在同一地点浮出水面 顺利完成了第一次不间断的水下环球航行 核动力只是新型潜艇的部分优势 美国试验潜艇大青花域号采用内珠状船体设计 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液动效率 使潜航速度大大超越了常规潜艇 自1960年以来 所有核潜艇都采用了改良后的大青花域号船体设计 前苏联的第一艘核潜艇设计始于1952年 第一批627型核潜艇及北约所称的11月级核潜艇 于1959年正式进入军中服役 和同期的美国核潜艇相比 11月级核潜艇速度快 但噪音大 另外它的安全性能令人担忧 其中有4艘遭遇了核反应堆事故 早在二战期间 德国就提出用导弹来装备潜艇 导弹艇计划首次登台亮相 在战后初期 美国和前苏联全力吸收德国的潜艇设计技术 首先在潜艇上装备的是巡航导弹 如美国的天师新巡航导弹 主要搭载于大型无人驾驶机上 这更像一个过渡型的战略平台 水面发射导弹使潜艇的处境变得危机重重 在这种情况下 能在水下发射的弹道导弹应运而生 在50年代首次提议研制的高科技北极星导弹 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军事科技和工业成就之一 北极星是一种潜艇发射弹道导弹 具有先前导弹所无法比拟的战略优势 北极星导弹装备有固体推进器 轻型核弹头和热核弹头水下发射装置 还有先进的惯性导航系统 以及显著的噪音隔离系统 这些无与伦比的装备使潜艇的作战性能大大提高 1956年 当美国国防部宣布新型导弹的性能要求后 洛克希德便开始着手导弹的研制工作 前苏联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 加快了北极星导弹的研制 1958年北极星导弹进行首次试射 结果已失败告终 第二年北极星导弹发射成功 与此同时 美国海军对5艘正在建造的核动力攻击潜艇进行改良 在上面加装了16个导弹发射筒 1959年6月 第一艘舰队弹道导弹战略核潜艇问世 1960年7月 美国乔治华盛顿号潜艇在水下进行了北极星导弹的第一次试射 11月 美国海军正式宣布将该级潜艇和导弹投入使用 随后的5年中 美国海军相继有40艘潜艇服役 从而奠定了核潜艇建造方面的领先地位 并一直持续了20年 1963年 英国野心勃勃地宣布要建造4艘弹道导弹核潜艇 它将装备最先进的北极星导弹 以减轻皇家空军面临的核威慑负担 60年代 诺法国和中国也部署了各自的弹道导弹核潜艇 前苏联研制弹道导弹核潜艇的时间和美国相差无几 但从技术角度讲 前苏联明显比美国要逊色一些 前苏联设计的第一艘导弹艇仅能携带两三枚战略导弹 和美国相比 前苏联的导弹存在明显缺陷 由于受导弹射程的限制 导弹艇必须深入大西洋海域 这使它们很容易遭到北约列潜艇的攻击 随着1967年洋基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出现 前苏联的武器系统与美国早期的北极星导弹 变得旗鼓相当不相上下 随后美国的北极星导弹被大小相当 重量更重的海神导弹所代替 其射程大约为5000公里 本杰明弗兰克林级核潜艇和拉菲特级核潜艇装备的都是多弹头的海神导弹 前苏联在洋基级核潜艇之后 又推出了规模更大足以在北冰洋发射的德尔塔级弹道导弹核潜艇 80年代台风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的诞生使其他潜艇望尘莫及 台风级弹道导弹核潜艇比30年代的战舰还要大 由于操作不变和维护费用昂贵 它们逐渐被德尔塔级核潜艇的改良型所取代 尽管如此 美国装备有三叉戟导弹的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始终在世界潜艇排行榜中独占凹头 三叉戟计划开始于70年代早期 美国实行这一计划旨在使美国潜艇发射导弹的射程超过7000公里 1977年三叉戟A型导弹进行首次试射 两年后开始装备在本杰明弗兰克林级核潜艇和拉菲特级核潜艇上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提高三叉戟导弹的进攻准确性 三叉戟D52型导弹问世 它比先前的三叉戟E型导弹体积更大 射程和精确性方面也都更上一层楼 由此美国海军第一次具备了摧毁敌方固定目标 比如导弹发射井和战斗指挥地堡的能力 过去只有以地面为基础的导弹才具备这种威力 三叉戟D52型导弹只能装备于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 美国原计划建造至少20艘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 同时为它们装备超过800枚的强大D5导弹 到冷战结束 正在服役或建造的俄亥俄级核潜艇达到了18艘 后来减少到了12艘 虽然数量有所减少 但是三叉戟导弹令人生畏 其中12艘弹道导弹核潜艇能够搭载288枚导弹 也就是说它能够携带将近4000枚弹头 每个弹头的威力比广岛原子大的威力高出了15倍 一艘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所具备的爆炸威力 比在二战期间朝鲜和越南战争期间 投放的炸弹爆炸威力总和还要大 而一枚三叉戟二型弹头的爆炸威力 相当于海湾战争中投放炸弹的爆炸威力总和的4倍 90年代 英国用四艘由三叉戟导弹装备的V级核潜艇 取代了由北极星导弹装备的二级核潜艇 美国和前苏联几乎于同一时间着手研制核动力攻击型潜艇 随后英国 法国和中国也相继涉足这一领域 在攻击型核潜艇领域 美国海军重点发展装备有鱼类发射管的猎潜艇 继五艘监鱼及攻击型核潜艇后 美国又推出了更大的长尾沙集 1963年4月 它在大西洋进行潜航试验时发生事故 随后重立名为大生鱼 它们所采用的泪珠撞船体设计在后来的潜艇中广为使用 随后美国建造了37艘巡鱼及核动力攻击型潜艇 它在80和90年代的潜艇部队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后来美国海军装备的是新一代的洛杉矶级列潜艇 第一艘洛杉矶级核动力攻击型潜艇于1976年服役 到了1996年共建造了62艘 它的建造初衷是为了反潜 现在则进化成了多功能的战斗平台 它们的主要任务是反潜 攻击水面舰支 发射巡航导弹 打击陆地目标以及搜集军事情报 在这62艘核潜艇中 后建的23艘就是众所周知的688型核潜艇 688型核潜艇装备有先进的综合作战系统 足以穿越北极的冰层 其他国家 比如英国 法国 中国也装备了核动力攻击型潜艇 其中最受人关注的是英国的潜艇舰队 它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 一直发挥着强大的威慑作用 冷战期间 美国和前苏联的潜艇舰队几乎一触即发 继11月集合潜艇之后 前苏联相继推出的核动力潜艇 足以和美国的核潜艇相媲美 维克托级核潜艇首次赶上了美国水平 而采用全泰奈亚科船体的 阿尔法级潜艇航速更是独一无二 最新的青鱼级和鲨鱼级核潜艇 更是令人扎舌 此外 他们还研制了能够携带 大型反舰巡航导弹的核潜艇 早先的朱利叶级和回升级 巡航导弹潜艇具有战略作用 更先进的查理级和奥斯卡级核潜艇 旨在一举摧毁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 在冷战后期 西方的猎潜艇 如美国海军的洛杉矶级级核潜艇 和英国的特拉法加级核潜艇 已经能够潜入防守严密的前苏联水域 或者在极地水域追踪目标 同时北约潜艇和前苏联的猎潜艇 以及巡航导弹潜艇在世界各地 都上演了令人窒息的神经战 双方实力可谓平分秋色 一般来说 前苏联潜艇在航速和前身方面 胜过英雷两国 但噪音消除系统却略逊一筹 照正常潜航速度 洛杉矶等核潜艇不会有任何噪音 这一点至关重要 潜艇世界是一死我活的猎场 妥善隐藏自己是胜利的关键 现代潜艇装备有先进的声纳系统 能够对水中目标进行船感探测 进而搜集数据 和历史上的其他潜艇指挥官相比 洛杉矶及核潜艇的船长经验更加丰富 不过经验和实践仍然有天壤之别 虽然现代核动力攻击型潜艇规模庞大 但它仅能携带大约20或25件武器 一般来说 这主要包括限制导鱼雷 反舰导弹 反潜导弹 还有水雷 最新的美国潜艇装备有发射战斧巡航导弹的垂直发射系统 自海湾战争以来 他们已经用于打击陆基目标 随着冷战的结束 造价昂贵的核动力攻击型潜艇和导弹艇数量大大减少 美国最新的海狼级潜艇也只建造了三艘 海狼级潜艇的建造初衷在于对抗前苏联的潜艇舰队 现在海军装备先进的海狼级潜艇 能够在世界各地 包括北极地区执行各种军事任务 海狼级潜艇的主要任务包括 军事侦察情报 搜集特种作战 巡航导弹打击 水雷战以及反水面作战等等 最重要的是海狼级潜艇具备完善的噪音消除系统 这是它在执行军事任务时 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以作战速度快速航行 在上个世纪潜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现在潜艇的规模已经发展成为过去的50倍 潜航速度提高了将近10倍 续航能力也得到了显著增强 潜艇装备的武器系统更是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这些凝聚多项先进科学技术的尖端装备 对过去的潜艇官兵来说 简直是闻所未闻 但是潜艇最重要的特性却始终没有改变 在沉寂的水下 装备强大武器系统的潜艇灵活作战 迅速成为海军史上最有效的武器之一 在水面之下潜艇大战仍将继续不断地上演 50年前他要依仗于才能卓越的潜艇官兵 现在仍然如此